基本上我們前面有講過,一定是一個互動式,所以會跟使用者要一個資料 那我們一樣插入一個方選,特別插入程序裡面呢 一樣也是到上方做插入程序嘛 然後一定要選方選,名稱也許叫什麼呢,叫 成績函數之類的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再到裡面呢,再加一個 光圖後面一定是要自己加一個平均成績 這樣子的話,使用者才會跳出一個畫面,會跟我們一個成績 那底下就是如果這個平均成績大於6升的話,那我就把合格丟給什麼,丟給誰呢,丟給這個成績函數本身,丟給他 那將來呢,優標放在那邊,就會自動有合格兩個字了 OK,這個前面應該都有做過啦,所以這個應該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成績多重函數的話呢,到底也差不多 所以,這邊的話,頂多是跟剛剛一樣,是把那個什麼呢 if底下多增加一個alsif alsif兩個 那b跟c 最後輸出結果,就會是我們要的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啦 方選部分 所以請各位試做看看 那 剛剛可能大部分同學比較會有問題的,應該是出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什麼,向下追蹤這個地方 OK 這個我想 可能第一個啦,你們在追蹤的時候呢 建議是先把什麼 把第8列跟第9列,我剛剛是把它刪掉,所以剛剛如果你沒刪掉的話,好像就會出錯了 我有同學說,老師那可是我如果不想刪掉怎麼辦 你可能 要不就是你按右鍵,插入一個空白 空白列 因為在這邊的話,如果你沒有插入一個空白列的話 他無法做一個區隔 那個範圍跟下面的範圍啦,如果你把它連在一起 那等同於 他是一個完整的資料 可是底下是嗎?不是啊,跟他沒關係 所以如果是沒有關係的資料 那你又想保留的話 其實比較建議什麼 中間乾脆空一列算 不然的話他會干擾什麼,干擾我們向下追蹤嘛 剛剛不是 A2 Ctrl向下 就到7 如果你有其他資料就第8第9第10 自動會追蹤 那還有同學問說,為什麼一定是A2啦 用B2,C2,D2 其實在這裡也可以 任何一欄都可以 不過呢,我的習慣會放在A欄 主要原因是 如果你其他欄假設有一個資料空的 比如說用B2好了 Ctrl向下 假設剛好有一個成績沒有 你會發現他就會停在 沒有資料的上一列 那就有偵測錯誤的可能性 大部分一定要什麼 如果你要 以A2當追蹤的基準的話 那A欄你要確定一件事 就是這裡面呢,不能有一個空白的資料 如果有空白資料的話 一樣嘛,你像向下追蹤 Ctrl向下 他就會卡在第4列了 所以這個原理原則大概是這樣子 那請特別注意一下 那先把那個 我剛剛講的這個 插入一個什麼呢 一個成績函數 跟成績多重函數 先試做 試做看看 那做出來大概就是 E先開發人員裡面 先插入一個 那個 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裡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 結構跟剛剛差不多 差別只是 怎麼樣 引述 把引述拿過來 剛剛那個你也可以跟那個Sup 比較一下 剛剛的那個if後面呢,我們是到 E欄裡面 自己去抓資料 來 比較 但是這裡是使用者給我們的 兩者最大差別 這樣 那最後反黃 我們是丟到H欄 可是呢,這邊是丟給誰呢 丟給成績函數 其他好像都一樣 大概就是 差不多這樣 請各位試著把那個 Function 這兩個 先試著完成 看看 那這個部分 Function做完之後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有關匡限函數的應用 匡限的部分的話呢 這個我想 可能也比較重要 因為將來 如果你希望怎麼樣 在 輸出資料的時候 比如列印 報表之前 你要 要先 畫一個表格好了 那 畫表格裡面有哪一些重點 所以我們大概就先區分成 總共有 也是五個按鈕 加 10線 加10線的紅色 再出 出線條 然後清除 最後會有一個是 變化 如果我今天 要做出 其中的兩條線 劃成 雙線 其他 不劃成雙線 那該怎麼做 這裡我想請各位 先試著 把Function部分 先做完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簡報裡面的第 62頁 裡面的框線物件的使用 這個框線物件我剛剛講過啦 其實 房間的書籍也介紹的不多 而且即便有介紹 寫的也是非常的 融長 一大堆 那我是盡量用比較簡單的方式 工作上需要用到的 然後呢 VBA程式能夠執行的 大概 跟各位做補充說明 請各位先試著把那個 Function先完成 待會我們再來看那個 框線物件的使用 可能要的效果 第一個是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 學生成績的範圍 假設 不包含 VBA好了 假設是 那個 A到 居欄的資料 那我希望呢 在列印之前 先做一個框線 所以很簡單的方法 按一個 假設要加框線 你會幫我按一下 這邊整個框線就出現了 那可是框線不好看 我希望呢 框線可以變紅色的 加個紅色 OK 第三個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 這個框線 列印出去 太細了 我希望這個框線加粗一點點 加粗底 出現 OK 然後呢 最後呢 如果我今天 不要了 我要把框線 清除掉的話 怎麼清掉 然後最後的話 還有個變化機 就是我希望呢 加 列印 之前 不是只有加 線條 我希望有兩條線 就是 藍 藍位名稱的下面那條線 跟 姓名的那條線 的右邊 下面的右邊 變成什麼呢 這應該看得出來吧 把這個 因為這個按鈕在旁邊 就是這兩條線 變成什麼呢 這一條 跟這一條 是 雙線的話 怎麼做 其實都一鍵按下去 基本上 這個 都非常簡單 程式頂多就兩三行 就搞定了 那你只需要學會兩個物件 第一個物件 就Range Range應該我們用過了 範圍嘛 對不對 第一個你需要 告訴他範圍 第二個呢 使用什麼 Bolders 剛剛有用過嗎 不過剛剛是 在Sales裡面 使用Bolders的話 是指的是那個框框 儲存格 他有上下左右 有沒有 會有那個四條線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假如是用Range的話 一樣嘛 反正就是這個 但是 可能他不只有四條線 他有些有中間 還有斜邊 反正很多條線 那我要怎麼去完成剛剛這幾個動作 那麼分別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加框線實線 其實 程式就一行 第一行 你第一個來一樣 插入一個什麼Sup 這個Sup名稱呢 也許叫什麼 加框線實線 第二個在裡面寫一個叫Range 哪一個範圍呢 A1到G7好了 當然這個7的數字我講過可以自動追蹤 點什麼呢 點Bolders Bolders裡面的話 你可以 再點LightStyle LightStyle等於連續線 所以基本上我寫出來的連續這個地方的話 1 先插入一樣在模組裡面做 2的話呢 插入一個Sup名稱叫 加框線實線 字會不會太小 後面看 看得到吧 我把 我再把他放大一下工具選項 把撰寫風格再 再放大到 14好了 因為太大 可能 這樣應該OK一點吧 好 就這一行而已啦 其實就是 1 你就怎樣 在這個地方 先告訴他說 我要在 Range的 A1到 G7 上面怎麼樣呢 建立一個 框線 那所以我就在Range裡面呢 把Bolders 調出來 第二的話呢 我要是一個 黑色的線的話 而且是連續線 那我就找到他有個叫LightStyle 有沒有 不過你會發現他會自動跳啦 Sales不會自動跳 自己打 好 再來 等於什麼呢 等於後面有個連續線 的參數 可是你會想說 他線條有很多種嘛 有那個磁線 有虛線 有雙線 一堆線 有沒有 其實你們也可以參考常用裡面這邊不是有個什麼呢 有個這個 這個線 這邊有一個 線 其實線條樣式有這麼多啦 這麼多種 可是在VBA裡面怎麼去把這個名稱給叫出來 這裡面有沒有提示 這邊好像沒有提示 那如果說呢 你在VBA裡面 你想要把這些 線條給叫出來的話 其實也不用背 交個一招 如果有些後面那個名稱你叫不出來 記得呢 你就按一下一個 按鍵 叫什麼 F1 F1其實就 help OK 啊記得 游標是停下LightStyle 這也是一種小訣竅 因為很多東西我本來不會 但是我也不會去特別背他 啊怎麼怎麼會知道呢 因為裡面都有 有點像類似字典的功能 你只要按F1 他會自動跳出來告訴你怎麼使用 有點像使用說明書啦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跳出 Bolders 這個LightStyle的屬性 那裡面該怎麼放 底下有一些簡單的說明範例 不過呢最重要的是這邊有一個超連結 叫 XL LightStyle 這個超連結你把它點擊進來 他就會告訴你說呢 有沒有剛剛好像很多種線 有沒有 連續線 虛線 什麼呢 交替的虛線 什麼點等等 一堆啦 其實 不過我最常用的 要不就連續線 要不就雙線 要不就是什麼 啊就是 就是幾個比較重要 像虛線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連續線的話 請你把什麼呢 把這個 第一個 XL continue 把它複製起來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要的這個LightStyle後面這個 其實就是這個參數啦 當然第一次你不知道 第二次反正就直接 直接點 如果你還是背負起來沒關係 你想要記得什麼 游標放在這個上面 按F1就可以了 那把它寫完之後呢 我們基本上連續線 就 大功告成了 OK 當然接下來還有什麼 加什麼 匡線清除 清除還記得吧 其實 剛剛有用過嘛 有沒有 其實就LightStyle等於什麼 XLNum就好了 所以 清除匡線呢 其實我只是把剛剛的 那一個sub 加了什麼呢 LightStyle 後面加什麼 XLNum就可以了 OK 所以第一個 是LightStyle等於 XL continue 那再來的話 把它清掉的話 就是XLNum 把那個框線給清掉 第三個呢 我們如果要加上呢 除了實線之外 我希望變成紅色的話 怎麼做 其實也一樣啦 剛剛不是用到什麼 那個borders.color 等於RGB 紅 255 0.0 0.0 紅色就出來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第二個按鈕呢 就 只要 一行就可以了 什麼 borders.color 就好了 大家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吧 所以基本上 實線 就是LightStyle 如果是要紅色的 那就是color 第三個的話就是 如果你又要什麼呢 又要紅色的 就是把上面這個紅色的 加上來 但是呢 要多一個出底 出現 OK 就像這樣 那怎麼樣加出 其實 就是再多 一行程式 底下的話呢 你可以用什麼呢 其實這個我本來也不知道啦 不過後來我點下去 我就來找說 這裏面其實 點下去指的就是 框線 物件裏面 可以設定的所有功能 都在這個清單裏面 那其實就對應到 我們那個 Excel裏面那功能 是一樣的啦 只是說他把他 當成是一個物件 可以讓你操作 那剛開始我也不知道哪一個 所以我後來想說 到底哪一個才是 後來找找 發現呢 他的那個粗細 他是用位置 位置 就是 怎麼 對 可是他用這個 也是應該相通的吧 還是說 因為他有些名稱的命名方式 可能有時候 那我剛開始不知道 所以我就試一下 點兩下 再來等於 理論上會跳一些參數給你 不過這沒有 怎麼辦呢 一樣嘛 我每次都用同一招 哪一招 對啊 F1 有沒有 所以有的時候說真的 這些東西 我都不是看 網路 也不是看書 我就是 先 按下去 我先確認他有哪些功能 第二個我找找看 那我就發現了 這邊也有個參考 按下去 他就告訴我什麼 這邊有沒有 就會有告訴你說 如果你今天要是 豪線 最細的線 就是把這個名稱呢 放到等號後面 那如果是 你是要中的 就這一個 那如果你是要 最寬的框線 那就把這個 有沒有 THINK這個 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到這個後面就OK了 所以其實有些東西 答案 都 不是 不是從書本來的啦 很多就是 我是利用那個 物件的使用的原理原則 然後呢 我用 這樣的原理原則 配合F1 找到答案 我試一下 發現就是OK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是 紅色的線 加粗線的話 那可以加這個 如果你要其他樣式的話 反正你也可以試著改 還記得F1就好了 一堆有四種 樣式的線條 一樣可以把它清空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如呢 我要做這個效果 剛剛講過 這一條線 跟 這一條線 右邊 這條線 那這要怎麼做 其實 我頂多是多增加了兩行程式 這兩行程式的話 第一行是 先選取 A2到 G2 的 上面那條線 我講過 因為Bolders 它不是只有一條線 如果說你只要針對 如果你是Bolders 後面沒有加刮弧的話 指的就是 所有框線 就跟Sales一樣 所以剛剛不是Sales 忘了加刮弧 奇怪全部 輸出的話 全部變成紅色 或者全部變成 黃色的底 那這個Bolder 概念也是一樣 如果說你今天只是要 針對的是 A2到G2的 上面一條線的話 特別之外我這邊加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這個概念如果可以理解 你不用背了 就是我在這個地方 增加一行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A2到 G2的範圍 有沒有 那本來是 Bolders 點什麼呢 可是我要上面那條線 所以記得 不是點 是錢刮弧 錢刮弧之後的話呢 其實它也蠻貼心的 它還會問你說 請問你是要哪一條線啊 有沒有 這麼多條線 包含什麼呢 有上中 上下左右一定有 然後好像還有斜邊的線 還有垂直線 等等的 那我只希望呢 是 A2到G2的上面那條線 所以你就選什麼呢 選 XL Edge TOP 有沒有這個範圍的上面那條線 然後幫我做什麼呢 刮弧 點 幫我把它的線條 改成雙線 雙線 雙線怎麼設定呢 LightStyle 等於 雙線不會 F1 F1之後的話 你可以找到有沒有 在LightStyle裡面的話 會有一個是雙線 雙線在這邊的話是什麼呢 XL Double 所以你把XL Double 複製 貼到這個LightStyle的後面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一樣的方法 A1到A7 的 右邊喔 所以你可以把 Bolders後面 再加一個 錢刮弧 找到右邊 有沒有 XL Edge Rights 這一條線 然後怎麼樣呢 點 一樣LightStyle 等於什麼呢 上面有 那個XL Double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XL Double 複製一下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把 這個雙線的部分做完了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 清除框線 再加上那個 我要的這個部分 當然剩下你就可以把它列印出去了 所以 框線物件的使用 大致上會有這些 基本功能 其他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 試做看看 請各位 把那個 我們的 剛剛講的這五個按鈕 試著個別的做出來 其實程式 沒有很多啦 你會發現 10線 一行 紅色 一行 然後加出線的話呢 多一行 就是一個Watts的 屬性 然後呢 清除框線是 XL No 那最後那個 實線的紅色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 再多個兩行 一行是 設定那個 A2到G2的 上面那條線 跟 A1到 A7的 右邊那條線 然後把它稍微設定一下 其實 就可以 設定出你要的 框線的範圍 那個7的 那個 列號 其實也可以用追蹤的 所以未來如果你要輸出的 下面的列會增加的話 一樣嘛 你可以把那個 那個7的那個數字 可以再把它 變動成 向下追蹤 因為這邊的話 我只是demo啦 所以我沒有特別去改那個7的數字 請各位試一下 7 1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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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